当地时间10月11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第19届东亚峰会 李强表示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 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 和平共处更显可贵 坚持平等相待 互尊互利 共促稳定 对亚洲保持快速发展意义重大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要继续从五项原则中汲取智慧 五项原则历久弥新 更加彰简出其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进一步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聚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凝聚共识 深化互信 加强合作 一是坚决守护和平安宁 继续支持以东盟为中心 开放包容的区域架构 走共商 共建共享的区域安全治理之路 二是始终坚持互利共赢 积极落实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发挥好各自互补优势 更好实现普惠包容发展 三是坚定推进开放合作 全面高质量实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加快亚太自贸区建设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李强表示地区发展繁荣离不开南海的和平稳定 中方始终致力于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始终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坚持同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 妥处分歧 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当前 中国和东盟国家正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争取早日达成 有关域外国家应当尊重和支持 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切实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